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 现在数据已经准备好了 X或Y Y是读了编码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定义 定义一个神经网网 我现在用一个设计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叫做 BaselineModel 基础的模型 这个方法画回 一个Keras 按照 顺序 叠起来的神经网网网模型 经建一个 定量 叫Model 它是这个类的对象 是Sequential 这个类的对象 首先呢 我们定义的是 在Model里面加入了程式 第一个程式 从输入程到隐含程 加一个DanceMail 这个程度 你加速的时候 告诉他说 我们有几 这个隐藏程 有几个Node 有几个神经网络的Node 我们设置它有七个 然后输入的数据的维度是多少 一分四维 也就是说 Irosion数据里面的前四个数字 花耳长度 花耳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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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要指定的就是这个激活函数 Activation 我们这里选的是 双曲正切函数 或者叫做Hyperpolic Tangent 然后呢 再加另外一个程 叫 也是DanceMail 就是输出程 输出呢 是三个类别 所以说是三 然后输出程 也要指定一个activation 激活函数 这里我们选一个SoftMax 然后我们缓回这里 然后呢 编译这一个模型 编译的时候要指定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Loss function 也就是说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衡量 我们网络的输出 和真正的训练数据 每一个数据对应的类别 它们之间的差 是怎么来衡量的 我们这里选 MainSquareError 均方差 来衡量 我们当前网络的输出 和真正我们观测到的类别 它们之间的差 然后是Optimizer 你要告诉这个网络 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它进行训练 优化这个网络 所以叫优化器 SGD 在这里叫做随机提度下振 然后是Matrix 它是用来显示 它是用来显示说 你怎么来衡量这个模型的好坏 我们是用准确度来衡量 比如说看这个模型预测的结果 和真实的结果 它们的有多少的百分比是重合的 是相同的 然后再换回这个模型 好 这个函数 创建网络这个函数就写好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这个网络是三层结构 有一个输入层 输入层的维度是四 因为我们有四个输入 你把花耳的宽度和长度 花耳的长度 花耳的宽度和长度 有共四个维度 那隐含层是七个node的结点 然后输入层是三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三个类别 也就是说输入层的维度和数据 输入层的特征的维度一样 输入层的维度 就跟你的类别的个数一样 然后中间隐藏层 就是你自己选择 你想要多少个node 或者叫节点 一般来说 我们希望这个网络结构是方垂形 也就是说 两头小中间大 输入层和输入层的维度比较小 中间的隐藏层的维度比较大 虽然我们这是一个三层的 有一个输入输出 中间还有隐藏层的网络 那我们实际在写代码的时候 一看到我在这里创建的一个sequential 也就是说按顺序这样加不同的网络层的 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只用了 只加两个dance layer 第一个dance layer 就是连接输入到银汉层的这个层 另外一个就是从银汉层到输出层的这个层 现在有了这个模型以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有了这个函数可以创建一个模型 我们就来创建一个estimator 这个的目的就是用交叉验证 给定的和一个交叉验证的情况 根据这个baseline model这个方法 就换一个模型 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 然后测验它的内容准确率 这个是这样定理的 keros classifier 把我们这里定义的这个创建网络的这个方法 传给它 传给buildfn的这个参数 然后是epox 就是说如果你有训练数据集的话 你想要把这个训练数据集 用来训练这个网络多少次 我们这里假定20次 然后是指定budget size keros内部用tensorflow tensorflow是支持p处理的 就是说你假设你有100个训练数据集 你用这种随机梯度下降法训练的时候 你并不是你可以每次放10个 做一个小小的批次 放进去训练 然后再打下10个 这里我故意选每一个批次之 只输入一个训练数据的情况 然后是verbals 我选择1 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输出的一些信息的挪缩程度 我选择1 好了 有了estimate 我们现在就开始评估我们的系统 invaluate 我invaluate的方法就像我说的 我们用k-fold 就是k-fold的这一个类定的这种交叉验证的方法 n-split这个参数我指定为10 也就是说我把我们Iris这个数据集里面的150个观测到的数据分成10份 那每一份就是15个数据 每一次呢 从这个随机分的这个15份里面呢 10份里面呢 挑一份出来 作为我们的测试数据 剩下的9份呢 然后作为训练数据 然后训练好一个模型 就用这个挑出来的测试数据在这个模型上面做预测 然后比较那个预设的结果和真实的内容 然后看这个模型训练的结果 还有一个是shuffle 就是每一次我进行k-fold的操作 分成10份的时候 然后把它随机的这样打乱一下 还有就是我想重复嘛 使得每一次重复的拉结果是一样的 我要指定随机数发生期的种子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有了k-fold呢 我们也可以用 CrossBibationScore 这个函数呢 来把estimator 传给它 然后把训练数据 然后把训练数据 和对应的 类别的标签 y的 读着编码的 往harmincoding的外传进去 然后呢 交叉验证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这里定义的k-fold 这样子 通过这个函数呢 它会去调用estimator 这个estimator里面定义呢 每次训练的时候 是用哪个网络结构 是让这些训练数据跑多少次 每一个bunch的 是包含几个训练数据 这是estimator做的事情 然后是我们给力的x和y 是什么 然后呢 交叉验证的方法是k-fold 好 如果我们运行程序 有了5张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按出来 我这里用accuracy of course validation 这个均值 我们看一下是多少 就是训练以后 保留2位小数 然后方差 看一下 我不是把它分成十份 然后训练下面要训练十次 做十次验证 看这十次的均值是多少 方差是多少 大概对这个 我们设定的这个网络结构 给一个数据集训练以后 大概的 我们可以获得准确度 准确度 的准确度 准确度 然后把那个模型训练好的模型存起来 我正想给大家演示说 我怎么单独训练一个模型 怎么把这个模型存成本地文件 然后到时候怎么来把这个文件 导入到内存里面成为模型 然后怎么做预测 首先我们用estimate这一个对象的训练 fate这个 method 它能做训练的 假设我现在是用x和y onehut 读的笔码为y作为训练数据 对它进行训练 训练好了以后 我就把这个estimator的模型转换成训练 它就变成一个 这里这个模型包含的主要是它的 下面用一个节省文字 来表达网络的结构是什么样 输入成有几个维度 银行程式几个维度 输入成是几个维度 输入成是几个维度 然后呢 它们的激活函数分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节省里面包含的主要内容 有了这个节省呢 我可以把它传成本地的文件 那这个只是储存了这个网络结构 那那些网络中 网络结构定下来以后 里面那些参数 或者那些系数 就是那些 每一个层跟下一个层之间 连接的那些系数 或者叫权重 它并不存在这个节省里面 而是存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演示一下这边存 用estimate.model.sale.weight 这是用h5这种特别的格式 来保存这种数字 这里的位置都是浮点数类型的 然后再打印好字 sale the order to disk 好 假设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要来从我的硬盘上 把这个模型读进来 我们把这个模型文件存在 model.json 这个文件里面 就是把这个模型文件存在 model.json 先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再用打开的这个文件 调用它的这个read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把文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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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个模型 以后 我们还要 这个模型只是知道网络结构 但是还不知道网络里面 这些全值 群传统的一些系数的值 那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把这些值 从我们存的h5 这个文件里面 给导入进来 是这个model 的node rates 这个方法 来实现 打印一下 已经从 磁盘上 把这个模型 读到h5 里面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预测吧 我们先用这个导入的模型 预测概率 就是我们把 我们是用X和Y来训练的 我们把训练的数据记 传给它 做一下预测 看看是什么样的结果 打印出来 这是概念 p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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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预测 这个label 就是说 我不想要预测 针对给定的输入数据 它对应三个不同类别的原有化 它的概率是多少 我就向你直接告诉我 它的类别是哪一个 是第一种 第二种 还是第三种 那我们就要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prib 叫prib p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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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打印出来 这样的程序就完成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